最近,一部电视剧中的清流从热闹的暑期档中脱颖而出,说的就是近期热度与口碑齐飞的《最美的青春》没有带IP也没有流量,《最美的青春》扎扎实实的用剧情吸引住了观众,豆瓣评分更是高达7、9分。 这几天,因为央视播纪录片的原因,《最美的青春》停播了两天,然而,这一停播,直接把《最美的青春》送上了热搜,微博群众纷纷表示不满,说到底还是这部剧太好看啊,剧中还原了很多在造林过程中真实发生的故事。 六十年代初期,为响应国家号召,大学生们纷纷上山下乡,投身国家建设。 当然了,那个年代,并非人人都是高知,但是大家都一心扑在植树上,学历不高的退伍军人赵天山,就凭着耿直,一起,又带一丝呆萌的性格,圈了一大批粉。 作为一江山岛战役英雄,一天当兵,一辈子是祖国的老兵,作为先遣队队长,对自己先遣队的管理也犹如军队般严格,但大家锻炼身体起来也丝毫不松懈,一边小跑,一边喊着口号,延续着军队的严明纪律与满腔热血。 虽然不曾饱读诗书,但是赵天山却经历过不少风雪,后背的伤疤,诉说着百战沙场最铁衣的岁月,再生死关头。 他是风雪里不抛弃不放弃的战士,在大雪风山断粮时,为了大部队,不顾生命危险冒着风雪先行出去寻找村庄,路上把棉衣给了腿抽筋的战友,自己继续前行。 想些丢了性命,在同事好友间,他是个重情重义的大哥,好兄弟冯承因为一些原因没能平上劳魔,最后由赵天山顶上时,赵天山内心事愧就大过喜悦,因此叫冯承出来,在雪地里郑重的道歉。 没想到,话锋一转,耿直又一起的大队长在遇到爱情之后,简直像完全换了个人一般,我能想象到赵天山追女孩时,可能会有铁汉柔情,可能会像霸道总裁。 只是没想到,这还是我认识的大队长嘛,但是,那一见到你就笑得满心欢喜,哪里能藏得住呢? 直到局长夫人的追问,这个壮汉竟然紧张地抠起了手里的白菜,抠着抠着可算是终于鼓起勇气承认自己喜欢张曼玲了。 贾洪伟把这个退伍居人的感情吸引得相当细腻了,对外,腰板挺直,刚正不阿,打死都不承认喜欢他,但是一点点小陷阱,就能把他的真心套出来,欣喜不过三秒,被戳穿后的他,马上一脸。 他是我一个人的严肃和震惊,这个角色能收获大量好评,我想大概正是因为贾洪伟把赵天山的反差萌,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吧,这样一个针针铁骨的军人,一个让你觉得不会浪漫的汉子,却在对待爱情这件事上这样手足无措,带萌可爱又纯情生动的像个孩子,可是天公不作美。 当两个人的心渐渐靠近时,厄运也随之而来,在战场上,赵天山曾经不幸中蛋,虽然命就回来了,但是却有蛋片残留在大脑中,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,面对19岁的张曼玲陪同他去看病的要求,赵天山不得不找理由拒绝,然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刻,这个铁血男儿只剩下感叹, 医院里口是心悲的故意疏远,病床善孤独的背影,赵天山的倔强,让人心疼,大队长走起了生病就推走爱人的影视剧通用套路,我们也只能玻璃家里找糖吃了。 虽然剧中赵大队长过得很坎坷,但是我们了解了剧外的贾宏伟之后,却仿佛也发现了一枚宝藏,作为演员,他认真,低调,他把绝色的衣服要白穿得像自己的衣服一样有自己的味道, 房间里摆上自己买来的糖瓷茶缸,主席像张,擦白瓷瓶的大友谊雪花糕,黄盖儿的友谊手游,抹金刚钻的发蜡,听着社会主义好,再吃上一碗,再喊吧特产粗粮油面,他会真真切切的去体验生活,去感悟角色。 这场戏,当时室外零下二三十度,他毅然决然,做了俯卧撑,简单的热身之后,一头扎进霸里迎接风雪,真雪真上身,没用嫁接镜头也没用替身,这场戏,让我们看见了贾宏伟魂如雕刻的好身材,满满的荷尔蒙,仿佛要一出屏幕一般, 而在微博上,他却从来没有晒过自己健身的东西,他说,我只是名演员,演员,应该多用角色和观众交流,作为丈夫,贾宏伟也是现实版的霸道总裁,宠妻狂魔,带妻子旅行,航海,自驾游,开飞机飞过雪山,带着婚戒下海,时刻的电锯和牵挂,满满的宠爱和守护, 有时,还会猝不及防地撒狗粮,作为会拍照的厨师,会做饭的摄影师,对于所有的自学成才,他表示,老婆以前在时尚杂志做过编辑,对照片有要求,高压之下肯定进步啊,把一切积累和感受收集起来,再重新交融到角色之中,揣摩每个角色的灵魂,一步一个脚印, 他走得扎实,而又深刻,但我们其实现在最期待的,还是最美的青春里,大队长到底能不能和亲爱的姑娘度过这个难关呢? 我们真的不想再在玻璃渣里找唐诗了,今晚的剧情,球带队长倾虐